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正在請三星提供大量的 可折的面板的樣本 表示蘋果在生產這個樣機 所以時間快一點的話 大概一年 明年就會推出iPhone的可折的機 但長什麼樣子 我們先看一下 它有兩種可能 兩種的折疊的方式 第一個 這個是橫的折疊 橫的折疊 但是我覺得 以我個人的習慣來講 我喜歡直的 我們看iPhone的直的 換一個 這個就直的 上下換 上下換 那你是不是一隻手 就可以拿得非常的得心應手 所以現在連影片都有了 看起來更可能是真的 但是現在折疊機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貴鬆鬆 貴在哪個地方 貴在那個可折疊的面板最貴 所以現在這個三星 那也攜手了康寧 準備來研發了 可以降低成本的一些領主件 但是康寧的話 當然昨天跌 昨天美國股市都跌 但是你看康寧的走勢 最近還是不錯 相對美國其他的科技股 它表現得很好 但是康寧的玻璃到底是怎麼厲害 我們看這樣 壓 壓 壓 這個是玻璃 你可以看 這樣康寧的玻璃 經過這樣重力的一個壓擠的時候 它可以保持它的韌性 不會破 所以假如說這樣的材質 用到了這個iPhone 可折疊的面板的話 這個就非常耐用了 不過我們想說 這個iPhone推出可折疊機 有用嗎 這個市場 現在還是很低迷 很小眾 對 但是我們來看 蘋果的產品 也許不是市場的先驅 但是它一推出了以後 一定會帶動流行 我們來舉幾個例子 號稱中國的這個女性 第一品牌的手機叫躲維 這個躲維的話 也還請這個舒奇來代言 他向這個iPhone 11來致敬 其實他就模仿iPhone 11 那iPhone 11就三個鏡頭 躲維就說 我也是像iPhone 11一樣三個鏡頭 但是他很誠實講 有兩個鏡頭是裝飾用的 是假的 沒有拍照的功能 所以當時蘋果推出三鏡頭的時候 還被人家笑說是三眼怪對不對 說是像那個藥膏 貼布 但沒有想到 當他推了三鏡頭之後 引爆全世界三鏡頭大流行 連沒有三鏡頭的 也要裝兩個在上面 對啊 裝在上面 它可以增加它這個潮流的顏值 再過來AirPods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從2016年就TWS 就有其他的無線藍牙耳機 但是你看一下 根本沒有亮 沒有流行 但是2017年的年底的時候 蘋果的AirPods就出來了 立刻就帶動了市場 你看 整個全球的TWS 從2017 18之後一路的緊噴 誰帶動的 蘋果的AirPods 是這個帶動 更不用講 蘋果的 你知道 蘋果的Apple Watch 在這個穿戴裝置裡面 它也是龍頭 但是早在Apple Watch以前 別的品牌也有這些 對啊 一對 但是也沒流行 你看這個數字 今年的第二季 Apple的穿戴裝置 全球的試占力 達到了三成以上 它最多 所以今年有8,620萬台的穿戴裝置 年成長了14% 今年還有新冠疫情 但是為什麼可以成長 是靠蘋果的帶動 所以我們說我們不要看 現在2019年全球的手機的折疊機 大概100萬台不到 所以量很少 但是蘋果假如明年推出了 這個可折疊的iPhone以後 他們估計到2025年全球的出貨量 達到1億台 從去年的100萬台到1億台 這個數字是非常大的一個成長 所以蘋果不管推什麼 都會帶動業界的大流行 所以預期如果蘋果一旦推了折疊機 那折疊機會夯翻了 據說連三星的折疊機 最近也賣得不錯 三星的折疊機 之前它一直出的時候 剛出的時候問題很多 但是現在已經出到第二代了 而且這一代 就說我手上這一支 抱歉 還沒開賣我又拿到了 還沒開賣就拿到了 還沒開帶 那這支的功能是什麼 我先講一下它目前為止 初期的出貨量是1萬支 比去年同期多了3倍 那你覺得賣得好不好 一定有它的一個把握在 所以已經有明顯的成長 沒錯 我看一下它到底厲害的獎勵 基本上它看起來外觀 跟一般的手機來講 稍微比較厚 因為它是折疊 這是第一個特色 那第二個的話 第二代的話後面 延續他們之前 現在大塊的這個鏡頭 三鏡頭了 然後最特別的是你看 它前面整個全螢幕 全螢幕可以用來幹嘛 好 這時候容許我自飛一下 一般的話我們看這個YT的話 看這不是新聞的話 一般手機是不是那麼小 小小的對不對 這眼睛真的是會脫汤 那我們頂多把它放大螢幕的話 變側面這樣看 稍微大一點點對不對 但是折疊手機好處在哪裡 我先用給大家看一下 哇 瞬間變大螢幕了 這個來追劇很棒 對啊 感覺還滿不錯的對不對 這就是它折疊手機的 一個很大的魅力 另外一個魅力是什麼 娟姐 我還是要講拍照 你知道嗎 像這種手機的話 拍照怎麼拍 跟一般的手機不太一樣 譬如說我現在打開對不對 我現在要拍照對不對 我可以這樣子 我這樣子拍 等一下 先容許我拍一下娟姐好不好 我先拍一下娟姐 好 我現在拍了對不對 拍完之後 我的照片會跑在下面 有沒有看到 我剛剛拍娟姐在下面 這張我覺得我不滿意 我可以馬上看 我再拍一下娟姐 我自己現拍現看 現拍現看 現拍現看 那一般的手機人 不是要轉來轉去轉來轉去 很麻煩嗎 不滿意再重拍 不滿意再拉近再拉遠再重拍 所以折疊手機的 第二個好處在這裡 第三個好處是什麼娟姐 我如果直接怎麼樣 我直接在上網的時候 我在上網的時候 給大家看 我在上網的時候 我在上網 我在做這個工作對不對 我還可以做其他事情 譬如說我把它移過來 因為螢幕夠大 對 我可以邊拍照 邊上我的Google Play 那我就還是不行 還想做其他事情 我再做另外一件事情好不好 可以邊追劇嗎 可以 你可以把它邊追劇 我可以用成三框的樣子 三框的樣子 在這邊同時做三件事情 你知道嗎 所以平板它的好處就在這裡 所以它等於是結合平板 結合平板 結合手機 然後拍照在折疊的情況更便利 所以這隻手機 折疊手機為什麼會這麼的 讓大家越來越期待 因為它變大 因為它可以折疊 所以未來的殺手機應用越來越多 但是它的銷售這個梗 也真的還滿創新的 你知道這隻手機在哪裡發表嗎 在空中發表 在空中發表 前兩天他們居然 我們現在不能出國 但是怎麼樣 尾包機 找來這個星宇航空董事長 張國偉來開飛機 現在發表會在哪裡你知道嗎 在飛機上面 他們就直接拿這個手機 就在那邊發表 發表這隻 然後你這些手機要怎麼測試 然後你就直接拍旁邊的這個天空 你就可以知道這些手機的功能 在哪裡 你看看他們現在上飛機了 所有的發表 所有記者就坐在飛機上面 然後直接拍天空 直接用這隻手機 有沒有哏 超有哏 史上沒有人這樣子玩 就在疫情最特別的 最嚴重的時候 然後你看它可以拉得好接好接 當然 它就直接拍下面的飛機 然後直接拍裡面 就用這隻手機 所以這個真的是 在疫情下面這樣 非常非常有哏的一個銷售方式 那幾倍數可以拉到那麼近 這個當然是一億畫素 就可以拉到很近很近 像要看下面這個小房子 可能都看得到 所以摺疊機要不是太貴 真的滿想賣的 但當蘋果推摺疊機之後 一般認為會引爆一波 摺疊機蜂巢和大流星 那我們吃得到這個餅嗎 當然吃得到 當然現在這個iPhone的 這個可摺疊的這個面板 大概是三星供應的 但是我們國內的面板酸菇 友達群創都有研發 比如說我想友達 它有5.6吋內外摺疊的 ML的面板 那另外一個群創的話 號稱全球最窄邊框 摺疊的一個手機 所以只要這個市場 一帶動 流行 其他的品牌都會推出 摺疊機 那友達群創就可以 擠進了供應鏈 好 所以我們來看 摺疊機概念股 如果這是未來的流行和趨勢 哪些個股值得觀察 我們先看一下群創 因為這一波從8月下行 友達群創大概都漲了4成 不過股價還是有差 為什麼 今天群創是收漲的 為什麼 它是10塊而已 友達已經12塊了 所以大家都漲多 大家回頭一看 這個群創還是比較便宜 其實第三季他們都油虧轉移 獲利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拉回的時候 群創可能是優先的選擇 另外一個就下個禮拜 重頭戲蘋果的花表 9月15號 假如有花表iPhone12的話 我們節目也有講過 會首度應用了Top的鏡頭 Top的鏡頭的話 對兩家公司是有很大的幫助 這兩家公司的一個焦點 一個是做深化價的代工 8086的這個宏傑科 所以今天已經有人卡位 今天有些電子股賣壓承重 這是非時縮距 對 它整理一段時間 今天也開始站上了這個季線 而且帶掉 另外一檔的話是上游的累積 2455的全新 同樣的線型 全新的話今天也是漲 這兩天還不錯 過去的一段時間 它也是整理得很徹底 但慢慢的現在也往這個季線的 壓力來前進 不過這個市場這樣會很熱鬧 我們剛剛談到 保時界也要推電動車 Model S當然是現在大家在看的指標 Lucy L是後期之秀 我們回到談經濟 特別是來談對岸的經濟 中國的經濟在疫情後 到底恢復得如何呢 在解封後 今天會有一個最新的報告說 已經完全恢復到疫情水準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看到三星已經離開中國了 現在說他們要重回中國 而且重回中國竟然推出的是 12萬的5G星級很貴 貴鬆鬆四分鐘就賣光了 對 會議一定是緩川普 因為川普把中國打成這樣子 你還說中國那麼厲害 中國原來今年GDP 本來預估是1.2 竟然往上調到2.7 另外最恐怖的是明年的GDP 竟然是7.7 而且會議說我跟你講 2028年中國的GDP 會跟美國的GDP總值平起平坐 你知道去年美國多少 那超一趕美 對 美國去年是21.7兆 中國才14兆美金 2028年提前兩年 我要跟美國平起平坐 第二點我們就看到了 三星竟然是戰神 強勢回歸 它最近5G的一個折衊機 我們剛剛講的 昨天開賣 網上開賣 線上開賣 四分鐘240秒 限量版完售 我跟你講一台台票差不多12萬 聽說有人買到 馬上加1萬塊人民幣 加4萬5 馬上出手 馬上就脫手了 所以他們的消費力這麼強 這位是三星戰神回歸中國 倒也滿會爆中國大腿的 我們來看這是他的廣告 好 這是他開賣的Galaxy Note20 5G手機開賣廣告 他說他要做中國人民喜愛的企業 他要貢獻於中國社會的企業 多會爆大腿 但中國經濟真的已經回到 疫情水準了嗎 我們看到他的房地產市場 問題滿大的 對 關你點到的重點 雖然三星是耀比亞 他這個耀比亞本性就露出來的 但是也沒有像他們講的那麼好 他現在問題最嚴重的就是 他的房地產泡沫 那房地產泡沫 本來大家預期金九銀石 結果金九銀石忘記不忘 第一個開槍的是誰 恒大的許家印 那恒大他有一個 激烈的一個銷售大會裡面 許家印說從九月七號開始 所有恒大的房地產的產品 通通打七折 打七折 對 另外很多餘屋對不對 餘屋再打八八折 另外你們這些網民 阿關 你只要上網 只要上網就送兩萬塊 這樣算起來 最便宜最便宜的一套房 如果一百萬來講 剩下58萬 等於腰斬 那是打五八折 對啊 所以你說 許家印佛心來的 不是啦 市場不行 他在斷尾求生 因為現在中國比如說上市的公司 他有三道的房線 這三道房線就是公司的財務評鑑 我們來看三道房線 許家印的恒大 全部都採到房線 第一個比如說他的預售款 他的跟這個整個淨值的負債比 一定什麼不能大於百分之七十 結果恒大是百分之八十二 就是說那預售款是別人的 阿關那不是你的錢對不對 欣修百分之 預售款是先收了 那也就是說公司把這個 剔除部分以後你的負債 如果大於百分之七十的話 你踩到紅線 第二個淨負債率 淨負債率就是什麼 就是你的長債短債加起來 扣掉現金以後 然後大於一百 也就是所謂的他們叫做槓桿 就財務槓桿 槓桿桿不能超過一百 也就不能超過一倍 你一百塊的公司 你只能做兩百塊的生意 結果他一百塊的公司 等於做到三百塊的生意 你看多麼危險 百分之一百九十九 再來現金跟短債比 短債就是一年以內 這個銀行要找你的 那你手上到底有多少現金 那你不能小為一倍 結果他只有0.4 也就是說你欠人十塊 你只準備四塊要送人而已 不然你是準備要跳票 所以 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這個沒辦法 我打五八折就打五八折 我趕快要套現 那當然現在全中國 也不只是許家印 不只是恒大 現在大家認為中國的房地產 已經陷入到一個史詩級的泡沫 也就是說全中國有史以來 最大的泡沫 現在擔心什麼 擔心你現在買房屋以後 你會人財兩失 不是人財兩失 是屋財兩失 房子常常不到 錢已經繳了 發生這種事情 比如說 你說我們繳了錢 但是他沒有交房屋給我們 對 怎麼那麼可怕 而且你還要繼續繳 為什麼還要繼續繳 這裡面有一個例子 比如說太原市有一個 房屋的研究員 他把多年的廚蓄 250萬去買了一套房 結果這一套房在今年的三月停工了 變成讓尾樓了 但是你如果不繳的話 在中國大陸有一個叫什麼 叫做信用黑名單 阿關你就變成信用黑名單 社會信用表 對 以後你的小孩要上學 你要求職都會有問題 所以現在忍著牙還在繳 另外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在哪裡 在昆明 昆明有一個建案叫做 別樣姓湖城 別樣姓湖城 他本來是2014的一個年底 就要完工 2015停工 停工以後 沒水沒電 沒電梯 然後沒門沒窗 結果呢 有30戶人還是搬進去住 為什麼 因為最近疫情 你搬進去住 然後在底下的水坑裡面取水 在裡面種菜 他說我們是都市的吉普賽人 我們現在過的是別樣的幸福 他們搬到爛尾樓去住 畫面我們來看一下 沒水沒電 竟然被迫還是得搬進去住 有可能 因為沒辦法 就在這邊過了 對 沒辦法 所以他們在那邊置於漁人 他說他們過的是別樣的幸福 另外 他們去水溝取水 河邊取水 對 另外 中國大陸最近這幾年 它流行什麼你知道嗎 流行垂直森林 而每一戶大樓裡面 每一戶的前面兩台 通通種樹 種了二十幾種的樹 那看起來就景觀很漂亮對不對 結果在四川 有一個叫做七一城市森林 這個花園 這個城市裡面 有826戶 結果現在沒有人敢進去住 只有十幾戶進去 你不要看 很漂亮對不對 你住進去你就知道 你事情你就大條 那蚊蟲是滿天飛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的陽台承受得了嗎 陽台會漏水 我跟你講 台北市有一陣子就這樣 我們家就是被五樓害了 五樓就種了一個樹 那個根 就盤到整個盤下來 每一次下雨 它陽台在漏水 就漏到我們家 但是我覺得這個樹種太誇張了 那就是逮了一個笑的 那太笑的 一樣 這個蓋完了也沒人住 好 房地產出現危機 除了房地產出現危機之外 其實我們已經很長一段時間 沒有觀察中國的水患 其實中國水患未竭 不僅僅是水患 真的是天災加人厚 華中是水患 華南是旱災 現在我們來看 這個華中多嚴重 比如說像四川 那整個整條的街都變成河了 有夠嚴重的 那車都塞車不是在驚訝 這麼久還在做大水 是啊 沒辦法風風一波再一波 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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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們看他那個父親 父愛在抱著小孩子 在你看抱著小孩子 小孩子 這淹水都已經超過膝蓋了 小孩子根本沒有辦法自己走 那湖南的長沙 竟然連高速公路裡面的收費站 全部都淹水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淹水你就代表說 水都完全下不掉 怎麼會這樣高速公路淹水 但是我們如果把鏡頭調到南部 廣東 大家要再什麼 再取水 就水車再來 因為你們家 乾旱 對 乾旱 你們家的水龍頭打開是 滴滴滴滴 連一滴都沒有 所以我們看那個大家 所有家裡的鍋碗 瓢盆 統統拿出來再接水 那沒水要怎麼辦 沒水就是要人造雨 那人造雨有時候造過頭了 比如說寧德 這是在做人造雨 對 人造雨 結果短期間 啪 一下300多公里 整個寧德本來昨天還缺水 今天又淹水了 寧德淹水 不然你看 又是在開 開車變成在開船一樣 那這就人禍 還有廈門 一個整個公車 公車外面就像開在海裡面一樣 潑濤洶湧 所以現在中國真的是 天災加人禍 所以明年能不能那麼好 GDP到7.7 其實要加兩個問號 是在那邊 有可能是不想要的 是在那邊 會不會有過 是看 從事半天 塑溜 在那邊 有可能是 是 有可能是 便是 有可能是 可以